我以前去过的东南国家,有越南、泰国、柬埔寨,还有台湾,也算是东南国家,对,差不多,所以我要去以后菲律宾,我想一想去印度内亚这个国家, 现在去我两个最有兴趣的国家,印度内亚,对。 好,各位大家好,我叫Bertisha,我曾经去过的东南亚国家大概是现在这个,泰国跟菲律宾,然后我即将要去越南,对,就是我也很兴趣的东南亚国家。 好,结束。 我叫Vincent,然后东南亚国家我都去过了,就是东斜石国我都去过,对,谢谢。 大家好,我是Dank,然后东南亚的目前还有,文莱、辽国和缅甸这三个国家还没有去过,其他大家都去过。 大家好,我叫卢芝云,其实我没有去过东南亚,对,可是我对这个议题跟东南亚很有兴趣,所以我才来听这个讲座,然后我未来我会想要去泰国跟越南看看,然后再想看可不可以去其他国家,谢谢。 大家好,我叫Joyce,我去过东南亚国家有那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我想要去泰国。 嗯,就这样,谢谢。 要何几来讲一下? 我叫Wendy,然后我去过东南亚国家有柬埔寨,在泰国,然后菲律宾,对。 所以我们相差很大,大家的经验值有以后要去的,然后有去过东雪石国的。 好,那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人你即使去同样的国家,你回来告诉别人你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 好,就好比我非常久以前,开始在做新移民的服务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例子,别人说的。 她说,印尼新住民妈妈的台湾婆婆,当她要在印尼办结婚的时候,或者还是相亲的。 就一场一出来,那个婆婆就一边看,因为都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嘛,不是去雅加达嘛,可能是去家里曼丹啊。 好,总之呢,那个婆婆就说,这个田那么大,怎么都荒废了。 原来这边呢,一天要洗三四澡。 你看这边,就都不种田,难怪要嫁来台湾,一天来原来要洗三四澡。 他们国家就是这样被洗穷的。 好,可是啊,这个婆婆啦,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的想法,你眼睛的那个事况不同,你所做出来的解读就不同。 好,比方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之前去赛政助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一个,呃,一个情况。 好,我们办公室里面,除了台湾籍的工作人员之外,有一些新住民妈妈,有一些东南亚的留学生,他们负责接电话,好,做那个咨询的服务。 好,有一天有一个印尼的留学生,好,我忘记他是否是华人,我忘了,好,他就问我说,你今天早上上班有没有洗澡? 好,上班以前,我就跟他说,早上起床干嘛洗澡?我们台湾都是晚上睡觉以前才洗澡啊。好,然后呢,突然,我这个答案一出完之后,就两张电脑椅嘛。好,他就从我旁边这样滑过去,退散步。 就说,哎,你们台湾人真的都很脏耶,早上都不洗澡。然后我就觉得我被刺了一把刀。好,所以啊,这个东西在对比,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台湾。好,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解读。 对不对?好,所以,我后来就会知道说,哦,他的卫生的观念是这样。那其实也不只是东南亚人啦,很多国家洗澡嘛。只是台湾人的习惯不一样。而且,台湾人是早上会洗澡的。有啦,还是有,对,只是不是我这样。好,然后这件事情呢,后来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一次,前几年啦,有一次去到曼谷,好,那时候,我后来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开始接触东南亚,认识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好,那一次借助他的家。好,那时候我也学了一点泰文了,所以觉得,哎,去到泰国比较能沟通了。好,那,去到的第一天,好,晚上就跟朋友,他们的朋友一起去吃饭。好,晚上回到家就睡觉。隔天醒来,我的朋友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好,我有一个泰文名字叫Gawee,他就说Gawee,你要不要去洗澡。 然后,我当时还在台湾的那个想法,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哦,不用。然后我朋友愣了三秒钟,好,他就自己去洗了。好,隔天,早上起床,第二晚,早上起床,第三天了,他又问我同样的问题。 他说,Gawee,你要不要洗澡。突然呢,我就想说,你干嘛这么烦,你要问人家要不要洗澡。好,然后呢,我之前的今天就回来了,那个印尼同事的反应。 我就想说,我好像应该要说,要。我就跟他说,OK。 然后我就进去洗,进去洗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就是一般呀,他们都嘛洗冷水。然后我就一边洗澡,一边干狡猪自己,说我干嘛答应人家。 就被人家觉得没有卫生就算了。好,重点是,后来我就觉得那一天,走出去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香香的人。 他会跟我出去,我有觉得他一开始的表情跟我的左右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你早上出门就是要把自己打电镜啊。真的,我后来理解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接触的时候啊,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啦。 好,那所以到我现在啊,这个是我如果跟大家讨论旅行,我会列出来的几点。 好,关于旅行啊,我现在的思考,这个东西是二分法的选项,但是我的答案是都可。 比如说,出去的时候是要自住或跟团,完全看情况,看情况。 比方说,有些地方就是得跟团,你又想去,那么你就能,就必须跟团。 好,比方说西藏,据说有人可以不跟团进去,但那个技巧蛮高超的。 好,再来,如果是跟长辈呢,好,那可能要看你要去什么地方。 好,第二个,那背背包呢,或者是行李箱。 好,我现在还是会选择背包啦,但是行李箱也是个好选择。 好,原因很简单,因为像我有朋友,他就是脊椎有一点问题,所以他不能背大背包。 好,所以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好,再来呢,是要省钱还是省时间。 好,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互斥。好,比如说我要省机票钱,那我势必时间上就会花比较多,通常是这样嘛。 好,再来,平假呢,或是奢华,这包含你住的地方还有吃的地方。好,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好,那以我来说,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如果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两个月吃不到华人的菜,吃不到台湾的饭什么的,那是OK的。 原因很简单,你一辈子就是这么一次,然后你可能你的时间都压在辽国,压在缅甸。 你就是这个短短的时间,你能够享受这边的食物,那就尽情的吃。 好,吃了之后你觉得很难吃,你就会说,嗯,我吃过了真的很难吃,你以后不要再吃。 好,对我来说是这样。好,所以,这个东西是OK的。 那我现在的安排,我会把一开始的住宿的条件呢,我可以接受 几岁后,把那个不干净一点的住宿点,我会排在后面。 这几年啦,好,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让我的旅行有渐入佳境的感觉。 对,然后快乐的结束。好,那后来,再来是安全或不安全。 这个在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故事当中,你就会发现,嗯,真的很难讲,真的很难讲。 为什么呢?安全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不完全的事情。 那不安全的地方你去了,你也可以安全的回来。对,好,所以这些东西完全都没有任何固定的答案可以告诉你啦。 对,所以我都会跟朋友说,你能做的事情是做好万全准备,那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就有备案。 好,那套句泰国人讲的话叫做摘烟烟。好,摘烟烟。摘烟烟就是take it easy。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会好的,然后你的心要放宽。好,来,那接下来有一些我的想法要分享给大家。 有一位美国国人住民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人家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是什么呢? 好,第一,绝对他认为不是空间。那大家可以猜看看,他说的最大的距离是什么? 人跟人之间。 语言。 语言。 语言是。 是文化。 是文化。 太厉害了。 语言也包含在文化里。 是叫广的。 好,所以你看看,从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出来,其实都是文化的不同的面向在展现,包含性别的文化。 然后包含欧美的人去到了东南洋,包含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台湾人的作息,台湾人的习惯。 好,这些都是文化卡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好,跟这个有关的东西。 好,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好,很简单。 这个叫我看不懂啊。 好,等一下会有一张单子,这张单子是真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好,那这张单子的目的是,你的国家刚好发生了内战。 你必须从你的国家跑掉,跑到邻国,寻求难民的庇护。 好,那你跑到了那个移民的关口啊,要过关的那个关口。 那对方那个国家就发了这一张,等一下要给大家看的表格,请你填。 那填完之后,你就可以被审查。 OK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了。 好,那那个情况是,你是一个已婚的人,可能身边有你的配偶,你可能有孩子。 好,所以你不是一个人逃亡哦,你是一家人。 然后那个关口要关了,那超多人的,你看满满的都是人的。 好,他就说,来,我们在半小时就要关门了。 我们只能在半小时内让你填完单子,然后让我审查。 时间一到五点半一道门就关起来,明天再说。 好,OK吼,知道条件了。 好,那你只要用眼睛帮我看,这个表格你可不可以填就好了。 好,来,请大家来听看看。 总共有14题,每一题都要填,不可以漏掉。 有人觉得你可以完成吗? 好,再30秒。 都没有人哦,那我们就可以提早下班了。 好,好,来,时间到。 今天可以提早下班,因为没有人要申请嘛。 好,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你看,三张课是真的存在的表格,所以不是拿来胡隆大家的。 好,这是一本书,它是在非洲某个国家,真实存在的。 那它里面的语言混合了,据说混合了,有西班牙文,我看得懂的。 然后,有据说有法文,我没有学过,所以我不知道。 好,然后还有,那个呀,本国的语言,所以至少混了三四种语言,在里面。 好,应该有英文吧,好,不确定。 所以呢,这个表格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人跟人之间最大的距离就是, 那个国家就是有这样子的语言,那你就是邻国,你就是进不去啊。 你就是打不进去啊。 好,那请问大家,你刚刚在看这个表格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很觉得,啊,有这个表格,等我的吗? 好,我以前上课的时候,让不同的人做过表格啊,有不同的反应。 第一,大部分的人就是今天,非常认真的看媒体。 大家都是怪学生,就是媒体都要看,看,看,看。 很认真的,我从第一题看到第十四题,然后就跟我讲说, 有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有的好像可以乱猜。 好,然后第二种反应,有人不到三十秒,他就站起来说, 老师,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根本没翻译啊,人家怎么填。 好,他开始生气了。 好,我就跟他说,是啊,所以有翻译真的很重要。 好,对,在台湾的这些外国人,因为那个演讲是介绍东南亚新住民的场合。 所以在台湾的东南亚人士也很需要有翻译啊。 好,再来也有第三种,第三种是死都不要交卷,然后硬要想办法把它填完的也有。 好,这完全反映得出来人性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反映到我刚刚讲的文化的部分啦。 对,同样的东西啊,就是确实存在,你说不懂就是不懂, 你可能还要有人帮你解释。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所以这个呢,就会进到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文化背报这个概念。 好,这是一个美国的资商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名字。 他说美国的文化背报,我们先看这下面。 它就有点像你看世界的那个眼镜。 好,它是你看看世界的基础,看看世界的角度。 就塞在你的包包里面。 好,那东西到底是塞什么呢? 好,比如说你们家的家庭氛围。 好,在这个家包包里面要怎样? 儿子、小孩、女儿应该要怎样? 好,再来,这个社会要选择的社会规范,身份地位。 好,到底要怎样? 然后你会讲什么话? 你的语言能力如何? 好,然后性别角色。 你是男生、你是女生,或者是不同的性别的选择。 好,然后你是哪一个族群? 你的健康状态。 好,健康状态就是指。 比如,我是有近视的,我必须戴一些眼镜。 然后如果你要我戴眼镜,可以一天。 超过一天,我就会比两个不舒服。 好,所以我的旅行,就永远要背着很多的衣服出门。 好,那这些呢,都是文化背包里面的行李。 你就想,你就会开始跟你遇到的事情,就跟你的生活经验开始做核对。 好,比如说,为什么这些越南的男人白天都在那边喝咖啡? 然后,看到很多人都躺在游客上面,站在那边看薄座。 然后你就会开始,说越南男人很懒惰,可见是真的。 没有啊,就是你的文化背包嘛。 然后你读到的资料嘛。 你就会开始去解读你遇到的东西嘛。 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对跟错,而是一个现象。 就是必然的,你必然身上就会有这样子的背包。 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你跟人,跟人的时间相处,就是要有相处的一些潜规则。 好,但是啊,这个潜规则呢,它也会有下面我讲的。 会有很多价值观,很多的偏见,很多的刻板印象在里面。 就好比我刚刚讲那个例子。 好,那据说啊,有人就跑去,真的跑去做越南的田野研究。 他去访问那一些越南的男人,他们的性别分工。 他只是想知道说你们真的很懒惰嘛。 但是他总不能问他说,请问你是懒惰的嘛。 怎么可能这种问。 好,总之呢,得到的大概的解答是, 越南男人呢,非常有可能他们一大清早就会去批货。 然后批了货之后是交给太太去卖。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在上班的时候你在睡觉啊。 你出来玩,我要休息啊。 好,了解吗? 然后呢,那个躺在摩托车上面的那种人呢,他可能是西翁。 就是他是继承车夫,所以他是正在等客人。 好,所以呢,那个访谈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性别分工就是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他在休息的时候,代表他可能是已经忙完了。 好,有各式各样的解答。 好,所以这个就是文化背包夹在你身上的。 好,来。 那如果啊,带着这些文化来看啊。 那回到东南亚,东南亚到哪些文化的影响呢? 好,我找到了一些很简单的图来代表。 好,请问大家你觉得这张图代表哪一种文化? 好,就是佛教啊。 请不要觉得很难。 看到什么就啥。 那,跟台湾一样的佛教文化是越南。 好,再来第二个。 就是在河内拍到的。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对。 我原本是写中国文化啦。 可是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最好的名词。 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 这张图我的答案是Chinese culture。 但是讲中国文化好像又不对。 所以我今天早上把它改成华人文化。 中华文化我也只有这样想。 好,这实在是麻烦的事情。 再来这一张是马来西亚的清真寺。 对。 Islam。 Islam文化。 好,再来左下角这个是 胡志文学府。 你可以说法国啦。 或是西洋文化。 丹古啊,它还有一个衍生的就是。 在现代欧美的国家, 他们还是持续对东南亚有影响的。 那你可以从后子民的角度去看看。 好,再来这一张。 这是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那里的印度庙。 好,印度文化。 好,特别是印度古代的那一些印师啊。 或者是印度那边传出来到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在过来的佛教啊。 都是跟印度有关。 那现在东南亚还很多印度人嘛。 好,最后一个呢。 好,它是金边的皇宫。 好,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该找什么。 好,这一张是他们的在地文化。 好,所以呢,在东南亚这块土地上 有这么这么多的东西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啊,这个地方 可以用这一个土来代表。 好,这个土是我念东南亚所的 顏志宏老师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概念。 它说东南亚的文化呢,就像这样子。 它是不同的方块。 这些方块就是上面这些。 好,然后呢,这些方块组合在一起之后 每一面就是不同国家呈现出来的样貌。 那方块可以转嘛。 所以你可能到了隆波邦。 你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辽国的世界文化遺产。 然后你感觉它有佛教的东西。 但是你走在路上,有一些地方又有点法国殖民的味道。 然后你可以喝到咖啡,你也可以吃到法国的三明治。 好,可是你又可以吃到在地的食物。 比如说河粉啊,或者是他们早餐也有人吃粥。 好,所以这个每一面啊,就是这样千变万化的去组合。 好,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也非常有启发性。 然后重点是哦,我觉得重点来了。 你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辽国。 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泰国。 这个地方是印尼。 你不会搞混。 这是我觉得东南亚最厉害的地方。 上面的这些文化啊, 全部都是长在在地文化的上面长起来的。 然后开始去变化。 所以呢,像我这个衣服,你去到了印尼, 去到马来西安就非常清楚知道是这个。 那同样的印度的史诗所跑进来, 在东南亚的影响,你去到了印尼, 你看到那些印度史诗的那些王子公主的造型啊, 就是有他们皮影集,哇,一样的造型。 那你去到泰国,去到了柬埔寨, 他们的造型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所以是在这个为基础之上, 然后长出不同的国。 然后你会知道说, 这个就是某个国家, 你不会搞混。 那这是我觉得东南亚最厉害的地方。 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那台湾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东南亚让我看到, 我觉得很值得台湾去思考去学习的点啊。 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那接下来有一些照片啊, 我想很快跟大家看过。 这个是我第二次出国2009年, 就是坐这个飞机去到Ubong Rajatami。 好,那时候看起来很嫩啊。 好,那Air Asia现在是最普遍的飞机之一, 还有很多公司啊。 好,然后这是马来西亚的铁路。 好,那在印尼啊, 搭铁路也是蛮好玩的事情。 好,这边是马来西亚,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在印尼第二次去印尼的时候, 我搭了铁路, 从,呃,有一个地方叫做坂洞。 好,大概三四个小时, 坐车可以到亚加达, 就那一段。 好,那那一段火车我觉得风景非常美, 然后车子的座位也很好坐, 就类似台湾的自强号这样, 空调也够冷。 好,重点是都没有什么外国旅客, 几乎都是印尼人。 我说印尼人是印尼人, 不是印尼华人。 好,就是不一样。 然后等到我进到亚加达之后呢, 我跟在亚加达那里的华人朋友见面, 我就告诉他说, 诶,我坐火车来, 来到亚加达, 我觉得那一段火车的风景满美的, 因为他会走一些山路, 稍微, 并没有很危险。 然后看到了风景有山有水, 这样很美。 他就告诉我说, 你疯了吗? 你居然坐铁路, 你不知道铁路很危险吗? 都是只有印尼人才坐, 我就说你不是印尼人吗? 他说不是, 如果我要去那个地方, 我们都是开车。 好, 我相信同样的话, 你可能之后再去旅行, 一定还会再听过不同的人讲。 好,包含, 马来西亚的华人, 也会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想象。 好, 然后, 之后呢, 还有一个车。 小巴, 欸, 不见了。 好, 类似这种的小巴。 好, 在印尼, 在印尼也有这种小巴, 但是它的小巴是你上车之前, 你要先告诉司机你要去哪里, 司机就会点头跟你说OK或是不行。 好, 他的路线是会改的。 因为今天我, 比如说我上来了, 我说我要去男视角, 然后他说要去圆通寺, 所以他原来不去圆通寺的哦, 然后他就会绕去圆通寺。 好, 然后再上一位客人说要去某某地, 好, 所以那个路线就一直改。 好, 那后来啊, 我就跟朋友说, 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 就是坐这种车。 然后我那朋友是在印尼工作的台湾人, 他就说你疯了吗? 我们都知道, 他说我们都知道, 这种车不能做, 因为你会被骗。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反正我也不懂, 那么多印尼话, 我被骗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有到目的地就好了。 好, 所以, 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啊,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有趣的点, 即使是当地人, 他也不见得每一种交通工具他都会搭。 好, 然后他们还是会对不同的交通工具, 有不同的想像或害怕。 对, 好, 然后, 然后, 就是菲律宾的那种小小改造的那种, 自动工具。 好, 那台湾人做啊, 是OK的。 那我有看过那个欧美的那种白人妈妈, 就是很大字的妈妈。 哦, 很惨。 她的, 好, 请不要传出去, 包含在看直播的。 好, 她的肉都跑出来了。 我都觉得, 哇, 只能做一个人。 我们, 就是以现场的人, 都可以挤两个人进去, 但是就饱和了。 所以我那时候做的时候, 就做, 然后包包要自己抱在背包上面。 这样子。 好。 来, 然后再来呢, 是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去Sukatai的时候。 好, 对, 我还蛮喜欢那个地方的。 好, 然后, 其中的原因是, 我可以骑摩托车到处跑。 就非常满足我高雄人的心态了。 好, 然后这泰国的归岛。 好, 南圆岛。 安通国家公园。 好, 这是要买兔而跟得出去的。 好, 然后进来的, 有白庙, 另外一个是黑庙, 没有去过。 好, 这是佛筒的佛塔。 这个地方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佛塔。 它确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在旁边走一圈, 像这个一个, 屋顶里面就是一个小庙。 里面都有佛像可以拜拜, 所以你这样绕一圈, 其实蛮久的。 好, 好, 再来这个地方是, 乌邦拉奇塔尼, 乌问府。 它的隔壁就是, 辽国。 柬埔寨, 西哈姆克。 有人去过柬埔寨有去过西哈姆克吗? 好, 我对这个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我在这里踩到了海胆。 然后, 我带了一根海胆刺回台湾, 因为我不知道它还在我的脚里面。 然后回来了两个礼拜, 就发现很痛那样子。 好, 然后就跑去找皮肤跟医生。 好, 那真的是很惨那样子。 好, 然后这是泰国这几年很有名的桥, 在那个桑卡布里。 好, 它叫梦桥。 这个地方住的人, 不是泰国的泰族, 是梦族。 好, 这是越南的河内。 夏龙湾。 好, 顺幻。 好, 惠安。 牙庄。 好, 大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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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抺主。 好, 我会业, 小弊收, 好, 然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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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了你就會混在一起了 然後你會分辨不出來 比如說這一張圖 如果把它遮掉寮國 你可能會想說應該是東南亞 但哪一國講不出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說 看久了你就會分辨了 真的真的 寮國的寺廟有一個特色 比如說隆波邦的寺廟 他們喜歡把屋簷拉得非常低 所以你可以看左下角的這個旅客 那個屋簷就是他們頭上沒有多高的地方 你就覺得那好像是一個翅膀 然後準備要起飛的樣子 那如果是泰國的佛寺 他的屋頂就不會拉得這麼低 他可能就是拉到上面這邊而已 這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然後就是印尼 普洛夫圖 這個地方都在中找蛙 然後這個地方是在托拉甲 是在印尼的蘇拉威西 大家知道蘇拉威西在哪裡嗎 好 不知道是正常的 來 這個 印尼的爪哇島在這邊 爪哇島的隔壁小小的就是巴黎島 巴黎島再過來有一些島 那個 那個 有一個 科莫多隆 就是在巴黎島過來的一個小小的島附近那邊 然後他的樓上有一個島 他的形狀很像K 英文字母的K 那個島就是蘇拉威西 那個島上的中間有一個很著名的原住民族 叫做托拉甲 那他們最有名的是死亡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去 那去到那邊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對華人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 去到那裡 每一個人 問當地的餐廳的老闆 或問民宿的老闆 第一句話就是 請問這附近有喪事嗎 請問這附近哪裡有人要辦喪事 好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到了托拉甲 就是要看他們當地的死亡的文化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上面那個很舊很舊的木頭的娃娃 是代表說住在裡面的仙人 按照仙人的樣子 他們可能是用幾頭水牛的代價 去請木雕師 把死掉的親人的樣子刻下來 然後放在上面 所以那一個 在一個口裡面 其實目前可能是住了四個人 然後那裡面如果住滿了 某一個家庭家族之後 再也塞不進去之後 他們才會開心的動 所以那邊的文化就是 你要去看他們的喪禮是怎麼樣舉行的 然後他們的墳墓是怎麼擺放的 好 那這個地方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到那邊是屬寒假去的 我到了那邊的第一天 開始去看這些墳墓啊 看很多死人的骨頭啊 突然想說今天不知台灣是什麼時候 突然一查 大年初一 就是非常衝擊我今天 大年初一 然後基本上華人的概念是 你應該要做過年過節 怎麼會來看這個呢 大一就是這樣 那可是這個地方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們認為我家裡的親人 如果死掉了之後 他必須辦完喪禮 這個親人 在他的文化的意義上面 才叫做真正的死亡 所以如果我的親人死掉之後 他可能會被放在這裡 然後據說他們現在會請醫生啊 來打針 那個死體不會臭 然後照三餐給他飯吃 因為這個人還留在家裡 他還在嘛 他還沒有死掉 所以你必須給他飯吃 然後你就會跟他一起生活 可是在台灣家這個地方 又是比較貧窮的地方 所以為了要籌備喪禮 你可能得要子子孫孫 大家都去賺錢 所以據說有很多這裡的人 都跑到了沙發啊沙羅岳 就往上去 去到馬來西亞賺錢 存夠了錢才回來辦喪禮 所以這一等可能就一年兩年三年不等 所以你的親人啊 身體上面死掉了 可是你的文化意義上面的死掉 是他必須完成喪禮 就是必須放進去那裡面才算 所以我在那邊的時候啊 需要請導遊 因為那個路完全沒有路標 導遊就會指著那個地方說 那邊啊就是躺著誰誰誰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知道啊 因為他已經死多久了 這樣 就是他已經在那邊多久了 然後我就一邊騎 我突然一邊想 嗯有一個屍體 就停在這個類似這種房子的地方 這樣 好有一點不適應 但是那就是他的文化 好 好 好 然後這是文來 好 這是菲律賓的巴爾旺 好 這是菲律賓的巴爾旺 這是菲律賓的巴爾旺 好 這是菲律賓的巴爾旺 明達納爾島 好 在明達納爾島 這個地方呢 是明達納爾島的首府 叫做達巴爾 達巴爾的那個地方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島 很多達巴爾的人 或菲律賓也會去度假 好就是在這個島 好 那時候 去到菲律賓那裡 去住那種度假村或什麼 價錢還蠻便宜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跑去 跑去這個島 住了兩個晚上 好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這邊服務我的 當地的 民宿的年輕人 他大概二十出頭 然後 他跟我講說 他正在存錢 然後 他在那個地方打工 他本身呢 是樹木島的人 可是他來到了達巴爾的這個地方打工 因為老闆願意收留他 而且老闆還願意讓他在這個島上上大學 就這個島上還有一個大學這樣子 所以他要工作加念大學 然後加存錢 存錢要幹嘛呢 蛤 在台灣 什麼什麼 在台灣 是 但不是來台灣 他要出國工作 沒錯 對然後我就問他你想去哪裡 對不對 他就說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不是 只要不要留愛我們菲律賓 對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心酸 因為這地方留不住 無法留住人嘛 就是菲律賓的東西 如果你去看的話 那國家是 很有趣的狀況 好 可是我認識的這一個人 後來有加他FB好友 也跟他保持聯絡 但是他也讓我有時候蠻困惑的 就是 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告訴我說 我的媽媽啊 我的爸爸 怎樣怎樣 因為有風災 然後過世了 然後沒有錢下賬 你可不可以捐一點錢給我 對 可是我就回想我記憶 我就說我記得我在這邊的時候跟他聊天 他跟我說他爸媽早就死了 對 可是我就覺得 我並不會因為這樣去判斷這個人就不好 或怎麼樣 我只是會思考說 為什麼你需要這樣子做 然後除了我 那你是不是也跟很多不同的客人 如果你有保持聯繫 都有寫這樣的信給他 那你運氣不好寫到我 如果你寫到某些人 阿薩利的 他會不會就給你錢呢 對 就是我會去思考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然後我也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然後這是菲律賓的馬尼拉 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 認識的一些人 好 這個人呢 是我第二次去泰國的時候 在那個烏問府 烏門拉吉塔尼 遇到了一個大姐 好 然後我會特別跟他拍一張照片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這個地方要等雙條車某一個號碼 就會經過這個路口 可是沒有路牌 也沒有車牌 所以我就站在那邊有一點緊張的到處看 然後呢 他在旁邊賣一些糕點 他就一邊賣一邊偷看我 然後我那時候很想要去問他說 我要坐的那台車到底可不可以到 會不會來這裡 然後那時候的想法是 一 我不太會太聞 二 他應該不會英文 三 結論 不要去聞 你懂嗎 好 結果 又是我錯了 就是我的文化背包哥 我判斷的訊息是錯的 他就一開口就有講英文 主動的跟我講 然後他的英文字好 我就完全聽得懂 然後還跟我交代說 你要再等幾分 車子就會來 然後你可能坐多久會到車站 全部全部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不要看人家是歐巴桑 然後你就覺得人家英文不好 人家也是 就是打破我的刻板印象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在旺陽遇到的一家人 後面那個是阿公 左邊這個是負責收錢的小弟弟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是旺陽有很多洞穴 所以大家都會騎摩托車去看那些洞穴 好 那到這個地方呢 這一家人他們就是在旁邊 就設了一個收費站要收錢 好 簡單來說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政府的 因為他不會給你收據 他就叫你提提提提 然後人多少錢 車子多少錢 總價多少錢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是帶著不爽的心情 好 理由很簡單就是 這個地方又不是你們家的 然後為什麼你看起來 你又沒有穿制服 你還是一個小學生 然後你居然跑來跟我收錢 好 然後重點是 旁邊一個白人啊 就付錢了 然後我就很輕輕計較 我就覺得 嗯 好 好 我付我付 好就付了 等到進去看完洞穴之後出來 剛好遇到下大雨 那個時候是 七八月是雨季的時候 好 我沒得去 所以呢 就只好跟他們一樣坐在這個地方 好 他們很熱心的就叫我趕快過去躲 然後找我摩托車要放哪裡 然後就請我坐在那邊 就跟著他們一起躲雨 好 突然間我發現 原來我剛剛討厭的人 居然給我一個幫助 了解喔 就給我一個幫助 所以那時候的感覺真的是很微妙 然後當我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想 如果我是他 我在這邊我可以做什麼樣的 工作為生啊 好像就是靠旅客賺錢啊 那如果我是這個男孩呢 我會不會跟他做一樣的事 我覺得我會耶 然後搞不好我還會故意的烘抬價錢 就為了要賺多一點錢 好 所以當我跟他們坐在一起躲雨的時候 剎那間啊 我突然覺得我剛剛的那些美頌 好像是沒有必要的 那是一個很微妙心情上的轉變 然後呢 重點是這時候我的肚子非常餓 我就想到我的早餐準備了一條法國麵包 就是那種那種越南三明治 那種做成的 然後就是寮式的法國三明治 超想吃 那時候已經一點了 我就把它拿出來 突然拿出來之後想說 不對我身邊還有四個人 還有一個人沒入鏡 一二三四 還有總共有四個人 我就問了這個男生說 你們吃飯了嗎 他就說沒有 我就說阿公吃飯了嗎 沒有 誰吃飯了 他們全部都沒人吃飯 但是我好想吃喔 然後我就有點害羞 把麵包剝了一半留給他 然後重點是 他就把那麵包再分成四份 一人一份給他的家而已 那時候感覺是很複雜的啦 對 因為幾個小時前 我是不爽這一家人的 但是現在我跟他們在一起 整個心情完全的轉變了 好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去到Bango的時候 認識的一對父子 這個地方 需要請這個車帶著我去玩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當時是雨季 好 如果 那一兩天都是會下雨的 如果我不請這個可以遮雨的車啊 我要自己想辦法去 那地上的路就是這樣子 我會非常狼狽 可能根本不能去玩 然後第二 這個地方呢 跟剛剛的頭拉角一樣 完全沒有路標 所以我會不知道這個廟在哪裡 所以後來過南溫區就是直接請一個司機 然後告訴我 我今天要去幾個廟 他就載我去 會比較來得快 好 然後 這一位年輕的司機 大概二十歲二十出頭 然後隔天來的時候 他就載著他的爸爸 所以他在前面騎車 那爸爸就跟著我坐在後面的這個車廂裡 好 那我為什麼說掙扎在現在跟傳統之間呢 是中午用餐的時候 那時候載到我一間 就類似緬甸餐廳 他有飯然後點幾道菜 我就想說 要不要請他們一起吃 感覺好像要吧 好 我就請他們一起來吃 那緬甸的吃飯的消費是便宜的 所以那時候想說 我應不應該出前期他一起吃飯呢 我後來是有一起出 好 但是在那個餐桌上啊 發生了一件事情 好 讓我有一點 回去之後想了一天 後來才想得比較清楚 好 那一幕是什麼呢 一個人有一盤白飯 然後來了三道菜 好 爸爸呢 很習慣的 就拿了自己的筷子 就伸去夾菜 夾了菜 是自己的筷子 然後放到自己的盤子裡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兒子健壯啊 兒子很急 兒子就直接把爸爸的手這樣打下去 很像大人在教起來 打下去 然後就會緬甸話 開始瓦啦瓦啦講了一些 後來呢 那個爸爸就把自己的筷子放下來 然後他們再加了公塊母吃進來 好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然後後來大家都用公塊母吃 就在開始吃飯的那個 一小小剎那 好 那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 第一個 第一個想法是 啊你怎麼會這樣對你爸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好像那個兒子覺得爸爸不應該這樣子做 在客人面前這樣做有點丟臉 還是外國客人 然後第三是 我無法以免電話 我也 他們的英文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也沒辦法好好的跟他解釋說 我不介意 總之那時候的心情很複雜 然後我就很尷尬的把飯吃完 所以後來我回去一直想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樣呢 我就唯一想到的是說 這個地方就是得要靠觀光客 你知道嗎 他這台車啊也不是他的 是他去租來的 是他去租來的 所以一天是算一天的租金 然後他如果要載到多少客人 他的租金才能夠打平 才能夠有賺到一些錢 所以對於兒子來說 讓客人滿意是重要的事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說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兒子會這麼急 可是那一次啊 我其實也沒有好好的跟他們溝通說 其實對我來說是沒關係的 然後就有一個小遺憾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讓我心情很矛盾又很複雜 然後同時我也看到說 這個兒子是把爸爸帶在身邊 這個爸爸是非常願意幫忙的 我只要一上次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要不要喝水怎樣怎樣怎樣 就很照顧你 所以那時候的心情就很複雜 很像你在跟你爸爸出門玩 然後爸爸很照顧你 但是你的爸爸又有點慫 又有點跟不上時代 那種很矛盾的心情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這一位呢 他是在馬來西亞的布城 就是那個布達加雅 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粉紅青森寺 剛剛有給大家看一個青森寺的照片 他是那裡的志工 所以如果外國客人來到這裡 他就會用英文介紹 那一天呢 我到的時候他就一直跟在我身邊 介紹我很多伊斯蘭的事情 他覺得我非常受教 所以呢他就堅持 他要送我我手上的那一本書 你不要看他是綠皮喔 他這麼厚 因為他是把可蘭青寫成英文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太了解伊斯蘭 我只是覺得我只是來問島嶼 我只是來看看而已 但是他非常的熱忱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他講 他說今天你來到這邊 是我跟你講話 這代表是阿拉的意思 如果不是阿拉 你今天不會來到這裡 我今天不會跟你講到話 我沒有機會讓你認識阿拉 其實在當下我聽到的時候 我是非常感動的 我不會覺得你好像在跟我傳銷什麼 我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是發自內心很真誠的在講這些話 然後呢後來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這個人這麼受教 他就問我說你到底是做什麼行業的 我就跟他說我是老師 然後他笑出來了 他說我是退休的家政老師 我說喔好難怪 難怪講話這麼麻吉這樣子 那後來就跟他拍了這張照片做留念 那個左邊那本書我還在 但是我沒有認真翻 可是這個東西讓我有一個很深的想法 其實如果你宗教上面 你也是會很希望帶不同的人來認識 你認為很重要的價值觀 這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你就會願意告訴他 你想要告訴他 好 然後這個地方是在龍波邦 好 那這裡其實我原本只是為了要買果汁 因為非常熱 7月份的時候很熱 結果呢買了果汁在旁邊喝 那時候是2點3點 我要等夜8 所以有點無聊 這一位先生呢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喝酒 好 我就說蛤 大中午喝酒 他說對啊 來啊 我們3個人都已經喝開了 就1 2 3 對他們喝開了 然後所以我就加入了 好 但是 你知道嗎那個酒其實是非常便宜的酒 就是用那個瓶子裝的 他其實是非常便宜的米酒 所以是非常烈的 但是問題是他們沒有錢 他只能買這種酒 好 可是他願意分享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跟他喝酒 只要任何人來跟他買 然後看到那個旅客好像賢賢沒事做 他就會開口說 你要不要來跟我們喝一杯 就是 我就覺得 嗯 好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這樣子 我不知道去過那個寮國的朋友有沒有那個經驗 在寮國就很常被人家問說 你要不要喝酒 被男人問 不是女人 是男人 對 我在寮國就一直訓練我的酒量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是在寮國的南部 一個地方叫達克森 那 重點是這一位 和尚 好 我到這邊呢 也是為了國語 那時候一樣是語記 好 就遇到了他 他是這一群和尚裡面呢 嗯 敢說英文 然後英文說的最流利的 好 所以那時候就用簡單的英文 跟他有一些對話 好 重點是這個師父啊 他就告訴我說 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寮國 但是 只要我的廟 有外國人來 我一定會問他 你是哪一國來的 你的國家有什麼 我請他介紹他的國家讓我認識 然後 我會盡我的能力告訴他寮國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要告訴他的資訊 好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這只是一個小和尚耶 然後 他這麼努力的去了解不同地方的人 然後他也願意把他的國家介紹給別人 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他還主動留E-mail 對 可是我那時候很蠢 然後那時候心裡會想 嗯 和尚也有E-mail 就想我不知道要想什麼 好 他就告訴我說 你回到家之後 你要把台灣的事情 任何你想告訴我 你就寫E-mail告訴我 就讓我覺得 哇 好 原來 原來你即使沒有出國 你還是可以對這個世界 充滿熱情跟好奇心 對 這是他對我最大的影響 好 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 所以 我今天早上 再重新整理這個 同影片的時候 就在想這一些對比的東西 好 比如說 東南亞是危險的嗎 還是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 那 以現在這個年代來說 就是有的地方確實是危險的 比如說 某一些地方 可能比較容易有 有 發生危險的事情 好 比如說泰國的明達南爾島 某一些地方 然後泰國南部的某一些府 好 可能會比較危險 然後 某個 每些地方 某 都可能有犯罪的事件發生 好 可是啊 我覺得 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因為知道 有可能有發生危險 所以我就會提早準備 那你有了準備之後 你遇到了危險的事情 你就會比較安心 知道要怎麼去面對它 好 然後 再來的話 是進步還是落後呢 好 這一組對比啊 在現在這個年代 比較好了 因為東協起來 大家看到東南亞 是看到錢 經濟的視角 好 可是我剛開始去旅行的時候 東協還沒有起來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去那麼落後的地方 好 就像我媽媽會很擔心的問我說 聽說那裡有白痴呢 聽說那裡不是淹水嗎 聽說那裡有人抗議呢 聽說那裡怎樣怎樣怎樣 好 然後我就會跟我媽說 是啊 可是等到我去 已經OK了 好 然後每次你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經驗 你訂了機票之後 然後那個地方就會跟著出事 對 訂了機票之後 印尼的火山就爆發了 然後訂了機票之後 泰國就宵禁了 訂了機票之後 就怎樣就怎樣 好 但是一切都會脾氣泰來的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 勇氣跟膽怯 這個也是一組對比 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他就會覺得說 你都喜歡去一些 比較有挑戰性的國家 感覺上你很有勇氣 好 可是從剛剛這樣講過來啊 你會發現說 對我來說並不是的 我每一次慢慢慢慢的 跨出腳步去探索的時候 當新的國家 總是害怕跟擔心 我第一次去柬埔寨怕的鑰匙 去越南聽到那個 新助理馬要跟我講那個樣子 我也是怕得要死 好 但是啊就是想去就去 然後做了準備 然後玩下來之後 也是玩得很開心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 男性跟女性 其實這個東西是 不完整的劃分啊 中間還有很多細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啊 就是我是男性 所以我很多朋友都會跟我說 因為你是男生 所以你出國玩比較方便 你的行李不用那麼多 好 然後 但是呢又有另外一個資料說 你如果出國玩 遇到的男性 台灣背包客比較少 女生比較多 這才是事實 對啊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鼓勵身邊的朋友說 啊沒關係 你想去就去啊 一個人會害怕 那就是兩個人去啊 兩個人不夠 就三個人一起去嘛 然後大家都這樣 好要去哪裡 分工可做就OK啦 好 然後再來 右邊的自我跟他者 是回到 我剛剛講的那些 你身為當地人 或者你身為外國人 你怎麼去看待當地的人 然後你怎麼去思考這個地方 那其實你身上背的那個文化 背包 你常常會很不自覺的 很快的就跑出來做判斷 好 比如說啊 這個啊上次不會講英文 不要問他 好 這個人就是怎樣 我不要怎樣 好 那個東西常常都會阻礙了 你去跟當地人做接觸 有可能你去接觸他真的是不好的 有可能 好 但是啊 我覺得那個自我跟他者的劃分啊 有時候會阻礙了你很多的事情 好 可是 必要的警覺性是要有的啦 對 我沒有辦法在遼國 跟人家喝酒喝到不回民宿睡覺 但是我有遇到一個台灣男生 跟人家喝酒喝到人家的家裡面 然後喝掛了就睡在人家的客廳 隔天10點帶著宿醉回到飯店 然後就 你也太厲害了 好 就那個部分那個是我沒有辦法的 好 所以呢 好 讚 差不多4點了 好 4點多好 再一點點東西要想跟大家分享 好 我剛剛講說那個文化背包嘛對不對 好 可是啊我還要再往下延伸的東西是說 那個文化背包它後面塞的都是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這個社會這個環境交給我們的東西 好 那我說人跟人之間最大的距離就是文化 這個東西就在這裡 好 不同的面向造就了不同的我跟你 所以我的年紀跟你不同 我出生的天數跟你不同 我的生理性別居住地這一些全部組合起來 造就了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好 那有了這麼多獨特啊對我來講 這些國家東南亞國家也都是獨特的 可是慢慢的慢慢的這樣子走 你會發現說其實最重要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相似性 你後來就會慢慢的看得出來 什麼樣的相似性呢 就是 你對陌生的東西你就是會排斥啊 然後你就是會有刻板印象啊 我就是一直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啊 然後你就是會對於你出生的原生家庭 你可能會有一些不了解 或者覺得很羞愧啊 就很像我在緬甸遇到的那一對父子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自己家庭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有不同的差別 但是走過這麼多國家 我覺得重點是人跟人之間的共同性 好 所以啊 最後有幾句話跟大家做分享 好 我之前在2011年寫過這一段話 是跟那個文化背包有關的 好 我覺得旅行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陌生的獨立 那你去的時候你會緊張嘛 好 所以你要安頓好自己 然後開始要討生活 所以你試著跟當地人溝通聯繫 然後你也會遇到不同的旅行者 跟他們聊聊天交換經驗 好 這時候呢 你開始生活之後 你身上的文化背包啊 有很多的價值觀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這時候就可以去思考 什麼地方你可以留 什麼地方你要丟掉 什麼地方你要加進來 對我來說那個包包是必要的嘛 你不可能丟掉啊 好所以呢 等到你回家的時候你的包包會 跟原來很像 但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 我對於旅行 我現在的詮釋是這樣子 好 那 最後啊這兩句話分享給大家 好就是 這是 我的老師啊 就是基大東南亞索老師 他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他說 兩段話 他說如果有所謂的人生最特別的旅程 好那應該是一種帶著平等的信仰 謙卑的心思 互為主體的態度來認識 你我本來以為 什麼都沒有的那個地方 好 因為他裡面那個水黃黃的地方 就是講東南亞 好 然後 我們應該更謙卑的了解 對方自恆古以來 就已經存在的 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語言 他們的先人文化 然後那些可能是超越我們的能力 可以理解的 那確實是啊 好 所以當我 去了越多 我越能夠理解 這是一個文化的深度 非常深的國家 好 那絕對不是只有我去一次旅行 然後我回來拍拍照片 給別人看 然後就覺得很厲害 就是 反過來 越多的旅行 就會覺得自己是越渺小的 那個渺小是 你會謙卑的去看 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 然後不同的人 然後你會想要去理解 他的決定是什麼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回到很根本的就是人的人性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世界上的 要生活 要存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 最後這句話 應該很常看到吧 好 我覺得很符合我今天的主題 就是 去旅行啊 不是 只有 說我去那個地方 我去過打卡 而是我覺得是 去了之後你回來 你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眼光 去看待那個世界 好 那這是我覺得旅行對我的收穫 好 然後希望有達到 正在你的目的 好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 話想說 或有什麼問題想問 就是我們蘇聯有個規則 就是 好 剛才講完之後 就是我們要把麥克風傳下去 然後 大家都是要接過去 那如果你沒有想講的話 就會再 發給下一個人 然後你可以 所以 就你今天的經驗發言 或是從今天講究的類似 或是問問題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傳下去 我有問題 因為我們比較晚了耶 然後我想知道 因為在那個Facebook的Patch上 我看到你是一位老師 然後因為我也是一個老師 所以我想知道你在東南亞 是進行什麼樣的教學 這可能跟旅遊沒那麼 有幾間關係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你的教學會 或是跟那個地方的文化有什麼結合 對 這樣可以嗎 要去玩進去 好 那先問好了 或說說看你的任何享受的話 你的姿勢很像 你要講很多的樣子 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去東南亞 然後也是 就是 就是去 一開始也是抱持著 就是去玩 然後玩回來之後 就會發現 其實東南亞 離台灣很近 可是台灣的確 很不了解東南亞 所以才慢慢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去看這樣子 然後東南亞的確 我覺得 有趣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 就是有些很現代的地方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我們沒有看過的地方 比如說像 去菲律賓 去馬里達 走在平民窟裡面的那種震撼 然後比如說 像你剛剛有講過 就是跟當地人的一些互動 比如說 有的話也可以走到他們家裡面去吃飯什麼的 就是那種旅行的經驗的確很特別 然後可能也是 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 我的確是 比較重口味 就是想要看到一些 就是文化衝擊多的一些地方 所以東南亞的確 給我的衝擊是多的 因為文化的那個 重複性沒有那麼高 就是到每一個國家 你都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每個人給我的感覺都不一樣 那回到台灣的時候我就會想 就是 的確台灣人對東南亞還是有很多 就是 像剛剛講的刻板印象 就是比如說我在工作上面的時候 就是大家提到東南亞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那麼喜歡去那邊 那邊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對 就是其實東南亞還是一直都在反思 就是每一趟都還是會想說 那為什麼那邊 那邊的人 因為那邊的人現在也很喜歡來台灣 對 所以就是會互相學習 我們兩個是朋友 所以我們 我們時常有機會就會常去東南亞 或者去各個國家去玩 然後 我是對於就是 嗯 因為我也是非常喜歡東南亞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邊 融合了太多的文化去成就了一個國家 就像我們台灣可能就比較擔心 可能是日本 然後中國傳承下來的一些東西 在台灣做發展 但東南亞就有更多面向的東西可以去了解 甚至可以從一些他們殖民的文化 或是他們當中發生了一些什麼 戰爭啊 佔領啊 越南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 越南湖境裡的時候 有去參觀了他們的一個 一個紀念館 他是 他是 像博物館吧 就是越戰的博物館 那裡面有 有講到一些毒氣啊 或是甚至 嗯 剛剛老師有去過那個 地下的那個 就是這樣 對對對對對 地上的那些地方 就可以體驗到就是 當時歐 他們的 文化為什麼演變到現在 會是因為前面的有一些 西洋文化的一些統治啊 然後 戰爭的洗禮等等的東西 去演變到現在的一個 一個狀況 等等的東西 那對於多元文化的一些 成就出來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那是 比較吸引我們會去 想要去看的一些地方 那再講到就是 剛剛也有特別提到就是 安全與不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安全與不安全的問題 不會是在我考慮 就是旅遊的一個重點 因為我覺得 嗯 即使你認為在一個 安全的地方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 不安全的一個因素 我覺得就是你做好準備 你 你要如何去培養你一個 應對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出去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不方便 或是一些 你不熟悉 或是別人認為是對的 可是在你的文化來說 你就會覺得那是不對的東西 那我覺得 旅行過程中 你就是去培養一些 就是你看待其他文化的一個 包容性和 如何在兩個文化中 去協調的一個過程 我想單純說一下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小和尚 那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重點不在於說 我去過了哪些地方 而是 就是有一個開放的心吧 然後就是 那如果真的去了某些新的地方 我也是希望像你最後那句話說 是帶了一個新的眼光回來 而不是只著重在說 我出去那名打卡 然後發現了一個新的弟弟 然後 我就覺得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就是這樣 謝謝 好 那我回應一下 好 我先從那個 Joyce 對 我記起來了 好 我覺得啦 就是我最後雖然是這樣子說 希望出去旅行回來 我的文化背包可以做一些調整 然後 它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它還是原來的背包嘛 因為那是我的 但是它有一些不一樣 不過啊 我還是要多講 就是說 我現在會覺得 如果你出去了 你就是抱持著 我就是要去玩的心態 我就是要去度假的心態 那也是ok的 因為你很清楚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你即使出去玩 去度假 或者是怎麼樣 我以前會覺得 出去旅行啊 你是去旅行 你不是去觀光 你不是去打卡 好 可是那個東西 只是回到我自己的文化背包裡面 我認定旅行 只有一兩種方式 通得過我的那個價值觀 才叫做真正的旅行 那是我嘛 好 可是這麼多年之後 我就會知道 那個東西只是我的定義啊 我如果拿它套在別人的身上 那是不適用的 他就是覺得 我就是去度假出了 然後做個一個月一半很爽 那有何不可 對嘛 好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是鬆的 你可以知道你要做什麼 如果你去了 你得到一些新的東西回來 那很好 那你帶了出去 你的包包完整無缺的回來 那也很好 這個是我要回應你的話 然後關於那個東南亞的部分 我覺得對我來說的幫助是 在我自己的工作上面 分成兩塊 一個是我實際在教學的時候 我可以在 因為我旅行的經驗 所以我可以直接補充 教材裡的不足 好比說我們的教材裡面 如果講到了 比方說如果有一個章節 要談空氣污染好了 要談塞車問題 城市的生活 裡面他可能講的例子是台灣 這時候我就會補充 我就會講 胡志明是怎樣 牙家達怎樣 曼谷怎樣 然後我就會問 我班上的孩子說 有沒有人的外婆家 就是在東南亞 然後你回去的時候 你是有在這些城市生活過的 那把這個經驗 跟我旅行的經驗 跟孩子的背景 把他鬥起來 這是對我來說 比較大的幫助 然後第二個事情 是在我現在主要的工作 就是輔導孩子 那當我在跟孩子 談話的過程當中 當我在跟孩子的家長 談話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地方是 如果他是一位新住民家長 他是一個新住民的孩子 我這些旅行的經驗 可以幫助我 去跟他們建立關係 幫助我去理解他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上學期 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是我辦了一個活動 專門為了越南的孩子 就媽媽新二代 越南人做的 那一次的經驗 給我很大的鼓舞 那個鼓舞是 原來這些孩子 平常在家裡 跟媽媽相處 有這麼多有趣好玩的事 然後他們回到 越南的外婆家 有這麼多好玩的回憶 那在學校的文化 學校的生活裡面 沒有辦法被講出來 因為在我們的課程設計裡面 不會特別去問說 你的外婆家怎樣 你跟媽媽怎樣 但是透過我安排的活動 我們可以在餐桌上面 在課堂上面 小孩就會很自然的告訴你說 我在我們家 我最喜歡吃做的是 越南的春捲 我會吃很多 然後我最討厭的是 越南的咖哩 然後我說 你討厭越南咖哩 我說我超愛咖哩的 然後那孩子就會說 是啊 我就不喜歡嘛 好 你就會聽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呢 這時候他就會說 每次我只要抱怨 我媽就會開始碎碎唸 他就會說 你現在有多幸福 在我以前小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得吃 你還要鹹東鹹西的 全部給我吃掉 你就有很多有趣的資料跑出來 那對我來說 那個東西是 旅行 但給我的經驗上面的擴充 然後我跟孩子在相處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些東西丟進來 所以我不會很白目的問說 所以你們越南人 都是住在水上嗎 然後出來在划船嗎 或是你們都是怎樣 不會有那種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不知如何建立關係 然後隨便亂問話 問得還不恰當 所以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大概回應到這邊 那我什麼要再交代的嗎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回應嗎 那如果沒有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